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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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慌忙逃进了顺真门内 大汉见嘉庆帝逃走 手挥短刀左扎右刺 一心追杀皇帝 经过一番激烈搏斗 几人将大汉团团围住 最终拿下是为丹巴多尔记被刺伤三处 定供亲王棉翁的袍袖 也在拼杀中被刺破 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神武门刺杀皇帝案 成了嘉庆朝有名的一桩大案 是 后 嘉庆帝下令 归纳起来为六个字 严查 严审 严成 刺客名叫陈德 四十七岁 为惊人 父母本是官换人家的家奴 陈德交代 因无路玄秘地方 一家老少屋可依靠 时代情急 要求死路 于是 在神武门行刺嘉庆帝 以图名声大振 因为陈德只招这次行刺是他一人所为 没有受任何人指使 也没有同谋 嘉庆帝最终只好下至将陈德临时处死了事 第二 遭遇雷电劈 刺客没能杀死嘉庆帝 但嘉庆终究难逃厄运 他竟死于雷劈而死 关于嘉庆帝遭雷劈而死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 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木兰修寿时害病 卧床巧养 不过没有大碍 还能照常处理正事 但有一天 热河上空天气骤变 电闪雷鸣 顿时寝宫就遭到了雷击 致使嘉庆帝触电身亡 说法二 嘉庆帝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后 稍事歇息 便全副武装 率领满汉大臣和八旗静旅直问木兰 围城 他们追踪围猎多日 却收获甚为 只猎过几只野兔 嘉庆帝非常扫兴 决定提前结束秋手 结果 回宫的路上遇上了大雨 被困在荒郊野外 一时间雷电交加 大地震撼 忽然一道光亮之后 嘉庆帝被雷电击落马下 当场身亡 凯旋回迎变成护丧返京 满朝惊恐 说法三 嘉庆帝长期避宠一个小太监 两人经常寻欢作了 引起近视大臣们的非议 住进城德避暑山庄以后 更加变本加厉 嘉庆帝的寝官设的烟波制爽电 店铺有一座小楼 名叫云山圣地 两人经常在此优惠 有一天 两人正在此循环 忽然下起了大雷雨 一时间雷电交加 忽然 一道闪电劈开云层而下 一个火球窜进小楼 在嘉庆帝身上炸开 嘉庆帝当即触电毙命 传说嘉庆帝被雷机烧焦 面目全非 已经无法收敛入关 为此 大臣们商定了个办法 将一个相貌体态 与嘉庆帝相似的太监秘密 叫死 在盛装打扮 真皇帝还骨放在棺材底部 上面平躺着假皇帝的尸体 以此掩人耳目 运回北京 祭赃了事 中国历代王朝中 被雷电击毙的皇帝是绝无仅有的 看来 嘉庆帝真是最倒霉的帝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